我们要来庆祝你的守类方圆圆上场 其实不管你是守类还是攻类 作战策略是你的早事安排的 每一个选手能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就是那三份稿子 因为需要准备的撇数多 现在其实心里还没有捧 为了卢玉球跟你们拼了 平静一下 好 你说 我们听 我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 我的每一门课的教授 都曾经在他的课堂上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们常常说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 那些尊重规则的老师人 往往一辈子都默默无闻 反倒是那些弄虚作假的人 到最后会名利双收 于是 最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就经常有那些看着很有经验的前辈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 年轻人你还不懂 我想问的是 我们年轻人 你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总有一天 银行行长会是90后 企业家会是90后 甚至国家主席都会是90后 当全社会都被90后占领的时候 我想问你们90后们 大家想把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 我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成为那种站在风口浪尖上去把握国家命运的人物 你我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升斗小民 是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读书的时候 每天都被父母耳提面 说你干啥你都不要给我耽误学习 毕业的时候呢 到处投简历 七七晃晃的等一家企业收留自己 逢年过节被逼婚 结婚买了房子 要花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最好的20年来偿还贷款 让每一个年轻人都蒙着生存 而没有梦想 没有时间关心政治 没有时间关心环境 没有时间关心国家的命运 他哪有什么精力去为这社会做什么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还是有一件事情 你跟我都可以做到 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 在我们老去的路上 一定一定不要变坏 不要变成你年轻的时候 最痛恨 最厌恶的那种成年人 如果将来你去路边摆摊 你就不要卖地宫油小吃 你不要趋筋短两 你将来开了工厂当了老板 你不要偷工减料 生产一些资品 每一个普通人 他在自己普通的岗位上 做一个好人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注定会改变世界 我是一个学法律的 如果我将来是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 那么这个社会就因为多了一个好法官 而变好了一点点 我希望大家都记住 即使给了你十万个理由 让你去作恶 你都要保持自己的操守跟体现 仅仅就因为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 你不是一个禽兽 你是一个人 我更希望我们所有的90后们 你们都能成为那种难能可贵的年轻人 一辈子都饥饿如愁 绝不随波逐流 你绝不屈言覆势 你绝不催眉折腰 你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 你绝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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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于人性 所以我亲爱的90后们 如果将来再是有那些跟你说 年轻人你不要看不惯 你要适应这个社会 这时候你就应该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他 你告诉他 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 我是来改变社会的 谢谢 为什么每次你演讲的时候 我听上去我都那么觉得 就是感动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你这嗓子有关系 你用一个摇滚嗓子 你的很多这个想法 在所有的这个选手里都是非常珍贵的 保持这个东西 听得我热血沸腾 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90后 91年的小女孩啊 而且你的观点 我觉得最可爱的一点 就是不学揪 不巴子气 非常符合你这个年纪 对社会充满的情怀 不是那种悲天悲人的情怀 就是因为真正的关心 你真正的在乎 你那么年轻 你再做这一点 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相信在场很多的人 也都感动到了 感染到了 非常非常棒圆圆 谢谢你 她的这个演讲呢 还是像你说的 有点 对 有点小感动 有点小激动的 刘媛媛 能够在超级野卓家的这个舞台上 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你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老了 未来是你们的 谢谢你 那现在掌声请出 蒋佳琪 接下来呢 到了我们观战导师 投票的时候 你们俩 说实在的 我都很喜欢 蒋佳琪 你很棒的 但是我要把这个分 给这个刘媛媛 恭喜媛媛 来到了建冰老师手上 这8%的支持率 接下来是李勇老师 到这个阶段了 演讲者 我个人更看重的是一种情怀 两位虽然都很出色 但是从我个人的衡量标准 我会把这8%的支持率 投给 刘媛媛 恭喜你刘媛媛 在两位导师投完票以后 媛媛你拿到了16%的支持率 媛媛是一个有 远大抱负和情怀的人 但是很可惜 今天的演讲 如果她自己 或者她曾经克服了 种种社会的不公 她讲那番话会非常有力量 作为一个 跟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的同龄人 她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会有小孩讲大人话的问题 江阿琪 我只想告诉你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讲得好 谢谢 你要相信大众 我不认为只有一个 经历过沧桑的人之后 才能够对这个社会振臂 去发出一些声音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发出他自己的那个声音 声音 我觉得那个声音我听到了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听到 好 观众朋友 请投票 奖家琪在落后16%的支持率的情况下 能否功累成功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我再次把掌声送给圆圆 当然我觉得掌声同样也应该送给站在我身边的蒋佳琪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来到这个比赛 我最初是没有太多的执念的 但是老老是您知道 过去的这三轮比赛之中 我已经在您的指导下获得了成长 并且我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来这个比赛不是来玩的 我是要获得东西的 这个东西就是成长 佳琪说的这么铿锵有力的语言 冲着乐嘉老师手上那唯一的一个复活拳去的 你话别讲得那么漂亮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好 既然你讲得这么好 为什么下面这些人都没有选你 叫好不是都在叫吗 为什么差的票差这么多 为什么投给刘远没有投给你 你告诉我你分析一下原因啊 对不起老师 不用对不起 在比赛结束以后 从场上抓下来几个人 这些人代表对你笑嘻嘻的 其实都在背后捅你的刀 你要找到这个里面的原因 你知道吗 这样才会有成长 对 你在创作上面很有才华 我希望你一路走好 我 不会复活你 你恨我吗 不会 在这个比赛中 获得冠军不代表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高人还有很多 他们都没有来到这个比赛上 如果我没有拿到冠军也不代表什么 因为弱者仍可成长 谢谢你 佳琪 再见 谢谢 还是那句话 赛起 赛中 我是蒋佳琪 再见 这不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不复活他呀 对 为什么 蒋佳琪 你给我站住 回来 你们俩真是一组的 允许你用技巧忽悠大家一下 不允许我用技巧 我现在告诉你 我压根就没准备让你走 你必须在这个舞台上继续战斗下去 在下场比赛 你要把它给搬回来 所以恭喜你 你被复活了 好吗 谢谢 谢谢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等到比赛结束之后 站在门口 如果大家有什么话的话 可以当面跟我讲 我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指导 谢谢你们 继续加油 加启 加油 谢谢建兵老师 我本来想在他转门走到那个地方讲 建兵讲 一定要走到门口的时候 过西要过独 后面才容易迅速到情绪 你看之后我都给你喊了 我说把它留下吧 对 哎呀好嘛 你还是有经验的 建兵老师和乐渣老师 唯一的一次复活拳 都已经使用完毕了 所以马上我们要 似乎 谢谢大家